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东城 今天老吴跟各位聊的话题 就是我最近看了很多的意外事件 让我想起来我当兵的时候 18、19岁的时候的事情 我当兵的时候 刚好遇到我一个初中的同班同学 他当时是在读夜间部补校上学 因为他跟我同年的 我高中已经毕业了 他还在读高中的补校 白天在打工 他那个时候看了一些书 当时媒体部是很发达 他看了一些书之后 他发表一个心得 他说他这辈子很急迫于想要成立一个公司 连公司的名字都想好了 他认为公司当时英文也不行 读补校我们程度就还不够 所以他想到的公司就是 看了一些书或者一些杂志 他就想要成立一个公司 他说公司才能赚钱 而且可以发挥 就是创业嘛 意思就是创业 连这个公司的名字他就想好 叫做鞋盒 Homalink 英文叫Homalink 他没想到我们都想到鞋盒 就是要找自通道合的 一起来成立一个公司 发展自己的理想 那当时呢 有一些同年龄的人就嘲笑他说 你的公司叫鞋盒 那你鞋盒里面要装皮鞋嘛 那你要装哪一个品牌的皮鞋呢 那他知道人家在嘲笑他 他就不回应 那这是当时的情形 那当时他讲说 到吴中城 我们以前初中同班同学 老吴 这个你是我这个第一个要吸收的这个合作对象 我说谢谢台爱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要能做什么 能够做什么 他说能做东西多了 你看我们知道做什么 他的想法里面都是什么 都是空中楼阁 而我今天要聊的就是 年轻人有壮志是好事情 但是你必须要踏实 什么叫踏实 就是你懂什么 你会什么 你专长什么 你的长相是什么 你往那边去发自 同样的是19岁的人 我19岁开舞蹈馆 是因为我的师父李四海老师 一直鼓励我 叫我开舞蹈馆 收费 因此我就开始经营 因为舞蹈是因为我在这个之前 我高中的时候就交过两三百个人 在竹坊部这个位置 从医学院的学生 学长提供是免疫退休了 还有到演艺人员 当工演艺人员等等等有一大堆人 我有这么多人的经验 那我当然驾轻就是 那是我的所谓专业 跟我的长相 就包括今天我有教游泳也可以了 因为我拿过牌子嘛 但是游泳是比较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技术很闲 短浅 如果你教技集可能技术就很多了 而且基本功就要很长 不像很多东西三个月两个月就可以输成 那个苦術没有办法输成 因此我做这个东西是很踏实的 虽然我也失败了 所谓失败就是 暑假过了就没有学生了嘛 你就不会再去干教那个黄猪嘛 然后养蚊子嘛 要不然就自己在那边每天对着那些沙袋来练 那没意义嘛 你主要是要传授给别人 可是他这个协和公司 当然后来没有成功了 但是他是他们家的长子 我听过他当完兵之后 又找我 所以希望说他的公司 他想到了能够使用的合作伙伴 他又想到我 于是事隔很多年之后 他又找到我 当时他那个公司是不叫协和 我已经进去了 但是我评估一下 我说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的专业长相 我们都不是内行 不是内行的就不要做着行业 同样我刚刚已经讲过 我16岁开武道馆 是因为我 那个是我当时的一个拿手的东西 熟悉的东西 我已经教过这么多人的教学经验的话 我再教其他人 我完全可以cover 可是一个你不了解的东西 你要爆然的创业 那是余不可及的 可是因为他是长子 他的父亲海军退役以后 去跑船 跑船的那些积蓄拿起来 就说 儿子要开公司 就砸钱 他完全赞成 他就失败 他也愿意砸钱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 这种没有经过评估的创业 都是没有价值 而且不值得的 为什么 首先你要 现在你要 要将本求利 你今天你要做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有一个计划 说你准备要投资多少成本 然后有多少的回收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回收 你的市场调查是什么 你的整个的计划是什么 如果你都没有的话 你就是想说 哎呀我成立一个公司 我找一堆人 然后你们有专才 然后我们在一起就可以三个臭皮匠 你这样胜过一个诸葛亮 其实不然 你必须要三个都是诸葛亮 你才有可能成功 有人讲三个都是诸葛亮的话 寄生于合生亮 不是这样子 你们必须要自同道合 有共同的努力目标 然后有公推的领导人物 领导人物要能服众 不是你多拿钱 你就是领导人物 我开个武道馆 我的初中同学都跑过来讲说 没问题 你现在有馆长 你还是馆长 但是我付你薪水 你不管有多少个学生 我固定给你多少钱 你就不用去朝怎么样招生 他去招生 而且他非常的积极 这个故事 有黑暗面我就不在那边提了 反正简单点 我当时讲说 你完全不懂 那你突然要来资助 你要来做这个事情 你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 这个黑暗面我就不讲 因为他能够付你薪水 我变成原来我创业主 现在我变成我领薪 有没有这个价值 另外再衡量 我们这样子讲今天跟年轻人 因为你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 你总是会骗到很多的骗子 很多的这些人 情形色色的人 如果你的道行不够 你经验不足的时候 你就会被人家骗 就会走入这个死胡同 就像我刚刚讲的 后来他又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那时候已经 那时候我们已经二十多岁了 二十六七岁了 我就那时候就老练多了 我就跟他讲说 我认为不可 那如果说你觉得可以的话 你还是找别人好了 我不愿意参加这个东西 维持个友谊可以 可是你要想要维持在一个company 一个copper 一个合作的伙伴 不行 因为没有项目 没有适当的项目 也没有一个有利的项目 而是双方都懂 大家都懂的人 没有目标 你怎么能够 握合之中 怎么能够成功呢 你不管你登记什么公司 你有多少筹集多少资金 都是空集合 我刚刚就用这两个例子 这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 他现在怎么样 我不知道 因为他的父亲 愿意把他所有的储蓄 统统砸在他的长子身上 那他的长子 常常讲的东西 都是超过他的父亲 所能够思考范围之外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你外行 不能够去投资一个 某一个你不懂的行业 现在被诈骗的 所谓被诈骗的人 都是不懂 不管是股票 还是什么基金 还是什么庞氏骗局 就是你对那个行业不了解 未上市股票等等的 凡是种种骗人的东西 就是因为被骗的都是傻子 骗人的都是奸诈的 奸诈狡猾之辈 那你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不贪 你平行进去的分析 所谓优劣势的分析之后 你就知道机会 大家都知道我们SWOT 你这样分析过之后 你的opportunity在哪里 你的机会在哪里 你的优势在哪里 你的劣势在哪里 你的竞争对手在哪里 反正种种 你通通都分析过了之后 再来卖开你的第一步 这以上就是跟各位分享 那顺便讲一下 我常会讲到说 我19岁开武道馆的事情 我这个武道馆开在哪里呢 开在以前的重慈新春的一个活动中心 地址现在已经被拆掉了 那个还没拆以前的那个照片 我都拖掉网上 那现在因为它已经被拆掉 所以我就公开了 没有公开之前 因为那是军方盖的一个文字馆 没有活动 就是一个文字馆 但是那个叫活动中心 当地的人根本没使用 它偏置在一个角落 那因此我就跟了某一个人 透过关系来租了这个场地 是用花钱租的 那至于说这个钱是交给谁了 是一个问号 我们也不问 反正是我要用这场地 可是我一旦开了馆之后呢 而且挂了牌 中城武道馆 做了扛棒 挂在这边的时候 就引来很多的争议 其中有的上校也来这边看了 另外还有士官长也来这边看了 最有趣的那个士官长是 就是动战队 跆拳班的那个士官长 头离个非常短的小兵头 每一次表演的时候 他都在那边发号司令 他也风闻 他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 他也风闻知道 因为每天那几百个人 都扒着窗子在看 扒着门口在看 他也来了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他了 因为大家都是这个道上的人 我就跟他讲说 哎 我说前辈 能不能给我们指导一下 哎 不不不不我不懂 我不懂 我只是发号司令的 我这边不懂 但他来这边看 当时陆战队的队员 都是现役的 不能在外面开道馆 退役的人就是开计程车 也没有开道馆 所以 那我一个不是陆战队出身的人 我居然在教这个 而且在眷村里面 眷村的人都是军贫的人 军贫的人 这个市场怎么做呢 所以我的市场 不在眷村 而在外面 所以我的学村里面 有眷村的人 也有外面的人 因为在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在下一代的人 那个时候很小 小学 现在都已经中年人了 我是1955年出生 现在67岁了 那时候我才19岁 那时候那些小朋友 十一二岁的 或者是九岁 十岁的 这些年龄的人 最小的是这些人 现在这已经四十 五十年了 五十年前他们十几岁 现在也六十岁 也是老人 可是那时候是小朋友 对我 相对于我来讲 当时我的教的人 里面年龄最大的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 是五十年前 现在又九十多岁 所以时光不饶人 因此我记得 这个是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就是当时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上校 我记得一个政战上校 他不知道是 这个是老年才结婚的吧 他当时还现役上校 就在这个道馆的旁边 他每次都在那边 带着小孩在那边看 我看到因为我知道 他是海军的上校 而且是政战 如果在军中的话 我还得跟他敬礼 上校 那不容易 可是他因为他晚婚 所以他小孩很小 他每次在抱 因为跟着大家 在窗子里面 挤沙丁鱼嘛 所以他把他孩子抱到手上 夏天热得要死 把那个窗子都堵得 风都不能透 电风站转都是热风 我就跟他们讲说 要看的话 你们再远一点 让风进来 他讲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这是公家的地方 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军方的概念 因此那个人 那个租我场地的那个人 现在大概也在做谷了吧 他当时就跟我讲说 吴先生 你能不能把你的牌子拆下来 我说既然我交了钱 我这名字严顺的 我挂个牌子 不行 这是公用的地方 有人已经讲话了 所谓讲话就是什么 就是打小报告 或者写黑函嘛 给那个管理这个地方 以前是第一军区的一个 什么什么单位吧 因此他就跟我讲说 你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把这个扛放拿下来 于是我就拿下来了 但是继续经营 后来是因为暑假过了 人数少了 我觉得不值得 他就跟我讲说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冒绩 你看我们在 眷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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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什么 眷管署 我不知道 眷署 就是军眷村的管理 管理单位 他说我们可以报这个 绩效 你看我们在眷村里面 推行这个运动 他们是主办单位 我是被邀请进来 这个是三权其美 讲起来没有错 可是我想说 既然我租了这个场地 我当时把我的扛放画出来了 我无忠诚帽 忠诚武道馆 我名正言顺 我去教了那个 于是乎 就会有这些纠葛 这些纠葛 不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年人 能够承担 能够经得起的 可是我当时也进得起 也就是促成我提早成熟 成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验 这个就要比对刚才那个 协和公司的创始人 两个同年龄的人 思考模式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根据的是什么 他的背景资料 那我之所以敢开道馆 是因为我以前的女人 已经教过什么 合干人 所以说 我这样进去 而那位协和公司的老板 原来是这个样子 是很清楚的 但是基本上来讲 现在有基础 做你懂的 不要去碰你不懂的东西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